水队里有着山坡地形强降雨时 洪水长江山上的垃圾及树叶冲刷下来 使排水沟曲堵塞 造成地方产生激烟水侵蚀 随着强台山陀儿即将来袭 恐怕为北部带来致灾性豪大雨 里长特别着急征水志工出动 因应我们山陀儿台风即将来袭 我们预防性的测试 就是动员我们蒸水志工来巡视 我们各大排水沟还有一些测沟 如果有发现有些阻塞有垃圾 我们事先有我们蒸水志工 我们前提出动来清理 邱江永里长表示台风前夕 蒸水志工会到里内一击淹水地点 查看到路测沟或泄水孔 有无遭垃圾或杂物堵住 并将这些沟渠进行清整 避免排水不良引发水患 清理后让我们整个预防性做得更好 避免台风来产生一些灾害 这里非常感谢我们水队里的志工 大家都是很配合我们政策上 或者我们因应台风来洗 大家都出来出勤 来为我们里面服务 里长感谢蒸水志工们无私的付出 守护自己的家园 也防止居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度过这场风灾 记者胡宇轩五股采访报道